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咱再看肺结核怎么作妖 肺结核患者会出现消瘦、乏力、严重时失去劳动能力 需要人长期照顾 肺结核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不但影响工作、感情 还是患者遭受歧视、导致自卑心理的产生 肺结核作践患者的身体、熔炼患者的心灵 想摆脱它却真心不容易 肺结核治疗时间相对较长 一般要半年到两年 好消息也有 患者经过合理治疗,八成以上能治愈 如果乱停药、不坚持规律服药 会导致疾病反复发作、难以治愈 肺结核如果不好好治疗 可能会招来气胸、支气管扩张、肺部张等妖精 如果结核菌散播到大脑、肾脏、骨骼等器官 后果不堪设想 深毒是个宝,常看身体好 最近两次感兴趣,常看上去 未经许可不可怕 未经许可不可怕 今晚会受到大脑、肾脏、肾脏、肾脏、肽脏、肾脏、肌脏、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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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脏、肽脏、肾脏肻脏